嫌嫌下日行山真的有点辛苦 所以今次就应验圣圣的要求 选择了一条来回只需要一个小时的路线 首先去柳文洞走一转之后 再可以回到这个清水湾游泳 给点时间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swallow猪野猪 我的频道除了会讲解行山路线之外 亦都会讲一些行山的小贴士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记得做以下的动作 点个赞再订阅我的频道 未来就不会miss了我的影片 今次出发的地点是清水湾游泳的巴士总站 钻石山彩虹村 观塘和将军澳都有车可以直达到这里 巴士总站旁边就会见到地图指示牌 后面就是大厄门路 我们就沿着左手边 布袋奥上山的方向出发 由巴士总站一直沿着马路走大约800米 随时大约是10分钟的时间 会去到转落柳文洞的山路入口 大约700米的位置 我们的右手边方向是梁亭 代表我们再直达多100米的时候 要留意我们的左手边方向 这段全石屎路的路程 这段有少少斜 和整段路都比较晒之外 其实都是很简单容易的 看到这个引水道排水位的位置 代表我们去到落石滩的入口 沿着引水道下缸就一定没错 这段大约220米的路程 我们是总共需要下缸50米 最时大约是8分钟的时间 因为近年很多人来看这个海食洞 好自然就成为打卡热点 都因为这样的关系 布满了辅助繩 这段路的路线可以清得上是很清晰 只要一直沿着阵的方向 你就可以落到石滩的位置 我烦都要说多一句 辅助繩只是作附作用 不要把重心放进去 至于路放方面 这段山林路的初段和尾段都会比较斜 而且沙石化都比较严重 所以走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 去到中段的位置 路放就比较平淡 因为今集介绍的行程是比较短 但程只有1.2公里 大约25分钟就可以完成 来回一转都只需要大约1个小时 可以清得上是一升级的路线 但因为加上这一段临路 和稍后时间落到石滩 有一小段的群边位置 所以我会定它为这个2升级难度的路线 在行程安排上面 作为起步 又或者结尾 或者好像我们这样 走完之后 再去清水湾游一转水 都可以清得上一个不错的选择 现在影片上面的位置 很明显地转斜 也都代表我们开始接近石滩的位置 当我们落到石滩之后 就需要左转走多140米 随时大约5分钟的时间 才可以去到扭闻洞的位置 头盘段大部份时间都在招石上面行走 最佳的路线就是自己用肉眼判断 觉得自己能力许可 又容易的话就走那里 之后就会落到碎石滩 多一小段就会到达扭闻洞 其实扭闻洞是一个很小的海石洞 所以一点都不显眼 又是时候补充一些地理环境资料 扭闻洞的位置 其实是属于清水湾半岛 以东的哈山督 都是清水湾二滩 南面的方向 海岸线的一个海石洞 而在哈山督的沿岸 其实总共有四个海石洞 由北至南的方向分别就是 哈山督大洞 又名火星洞 接着就是哈山督小洞 和哈山督阔洞 还有哈山督直洞 也就是扭闻洞 最容易去得到的 就是今集介绍的扭闻洞 这个洞的特色是什么 特别之处就是它的洞壁里面 非常干滑 因为受到长年累月海水的侵蚀 想象的时候会呈现出这个扭闻的状态 最后要说就是来扭闻洞 需要注意的 潮值涨退时间和水位 最好的时机就是水位在1米或2下 这样就完全可以不用湿脚 入到这个扭闻洞里面 潮值涨退的资料可以在哪里找得到 其实在香港的天文台里面 有了所有资料 不知道应该怎样找的话 今集的描述栏里面 除了有路线资料之外 也都会教你怎样看潮值涨退 有需要的话 记得在描述栏找资料 今集的介绍又差不多了 如果对影片有任何疑问的话 记得留言告诉我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给个赞 再订阅 还有按钟仔和分享给朋友 未来就不会miss了我的影片 再次辛苦小星星 我是swallow猪 野猪 sır 小龙 小龙 正